沉鱼落叶 春秋时,越国诸记的驻罗村,有个非常美丽的姑娘,名叫西施 西施每天在西边幻山 西里有一群鱼在清澈的西水中流入,时而爆出水面,溜出水 鱼鳄们突然见到在西边幻山的西施 被他们美丽惊呆了,羞愧地垂下眼泪站成了脸,溜透,降落了水中 从此,只要西施到西边幻山,鱼鳄们就干脆沉到水底去了 几百年后的汉原地势 匈奴,红寒鞋蝉鱼,入朝,要求和亲 当时,公非王昭君为了汉朝和匈奴和平相处,自愿远嫁匈奴 王昭君怀抱着琵琶出赛去 在路上,空中丰富的大雁,看到昭君的绝对美姿,非常惊讶 哇,好美人哦 这些大雁,忘记了山肉翅膀,一支支就到了山羌上 后来,人们称赞女人的容貌美丽 往往用陈鱼落叶这个成语来形容 在路上,空中丰富的大雁,迷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